精品服饰和洗衣精有什么关联呢? 乍看之下,关联好像不多 因为就算要清洗 大部分的精品服饰都会被送去干洗 但美国创业家Lindsey Ford 在香奈尔上班的时候 就因为每天要面对各式各样的精品服饰 就会近期发他创办一家洗衣精公司 The Laundress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每日商业不只有每周的节目 更有网络社团可以一起交流跟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话 欢迎点击下方的链接赶快加入我们哦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 刊登在2020年8月7号 由戴雨所撰写 并刊登在创新拿铁官网的文章 Lindsey Boys 出身长大于美国纽约州的 他的迅河谷 最初Lindsey其实只是想要成为一位海洋生物学家 因此他中学毕业后 到南卡罗莱纳州的 College of Charleston 秀读海洋生物学系 大学第二年的时候 Lindsey发现自己其实不是当生物学家的材料 他虽然对这门课很有兴趣 但无法想象自己以他为工作 同时Lindsey在课语时间 花了很多的时间参与校内跟时装有关的活动 Lindsey有一位从小认识的好朋友 当时在康乃尔大学就读纺织品相关的学系 他听了Lindsey的抱怨后 就建议对时装有兴趣的Lindsey 转到他的大学就读纺织系 Lindsey转到康乃尔大学后 学到很多有关时装的知识 例如销售服饰需要懂得零售数学 不同颜色该如何搭配 时装相关的历史 以及不同布料的成分与特性等等 更重要的是 Lindsey在这里认识了 就读时装设计的Gwayne Whitting 他之后的创业好伙伴 毕业后 Lindsey投身于服饰界 他第一份工作是在美国老四号的服装品牌 布克兄弟工作 负责精品男装的产品开发 在布克兄弟工作的两年期间 Lindsey有机会将自己所学到的知识都用上 让自己更熟悉整个行业运转的情况 由于他优秀的保险 之后他就得到了加入香奈儿 在纽约购物天堂第五大大工作的机会 Lindsey在香奈儿的工作是业务 负责销售高档服装 因此他常常带着香奈儿服装 到处拜访 以及参加各种时装秀 最忙的时候 Lindsey平均每两周就要出差一次 虽然工作很忙 但Lindsey还是利用闲暇的时间 来做很多自己有兴趣的事 例如 Lindsey会在母亲购买的收纳盒上面画画 将一般的收纳盒 变成独一无二的手绘收纳盒 有一次他的朋友看到这些收纳盒的时候 还请Lindsey为他画了一个 Lindsey不来发现 这原来是可以赚钱的 于是就开始学习网站设计 并且买下了SenseStorage.com这个网语 然后就开始在家中贩售这些收纳盒 但Lindsey很快的发现 这并不是他想要做的事情 于是就停止了这门生意 接着喜欢艺术的Lindsey又迷上了渣篮衣服 所谓渣篮其实就是将一件素色的T恤 随意扭成不同的形状 再用橡皮筋或绳子固定 最后将各样的颜料倒在T恤上面 折纹和不同的颜料将会创造出特别的图案 Lindsey为了要让自己的T恤更特别 还买了一台可以给衣服箱上宝石或者是猪片的器材 很多人看到这些衣服之后 就开始询问Lindsey 她是在哪里买的 而Lindsey再次的发现 这又是可以赚钱的东西 于是Lindsey和她一起做渣篮衣服的朋友 叫做Jessica 创办了一家叫Jessica Lindsay的T恤品牌 Jessica Lindsay的发展 竟然比SuccessStorage.com要来得好多 最初Lindsey只是将这些衣服用一件25块美金的价格卖给朋友 只能赚到一些零用钱 但在出版界工作的Jessica 让知名文化杂志Timeout 为他们的T恤写了一篇介绍的文章 当时正好是现代主义风格的衣服开始流行 而Lindsey又对服饰业非常熟悉 所以她就拜访了几家熟悉的零售商品 也成功地让Jessica Lindsay的衣服正式进入市场 而且还在萨克斯第五大道以及 Henry Bonzo这些精品百货中的伴手 虽然这些厂商订货量没有很大 但已经远远超越了Lindsey可以手工制作这些衣服的束缚 因此她和美国著名的服装公司美国服饰合作 Lindsey提供设计 美国服饰则负责生产制造T恤 这时Lindsey发现自己虽然对扎篮有很多的热忱 但要将一家服饰品牌做大 需要很多的资金跟规划 对Jessica和Lindsey来说 她们一开始就没有想要将这个兴趣变成事业 而且也没有这样子的能力 所以Jessica Lindsay也渐渐地淡出了时辰 但是对Lindsey而言 这两次的创业让她养成了一个好习惯 就是公余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好好的利用 而这也是Lindsey往后可以成功创办 The La Lundry主要的原因 另外这两次的尝试 也加强了Lindsey对创业的信心 她知道只要自己愿意付出 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怀着这样的信念 Lindsey就开始继续她的创业之路 对很多人来说 如果能够在Chanel这样子大公司工作 应该就心满意 不会想要自己创业 但Lindsey觉得精品服饰行业的职缺原本就不多 所以大家对于这些职缺总是趋之落 Lindsey眼见自己的主管没有打算退休 主管的主管也不会离开Chanel 更重要的是她自己的职位已经升到了一点 所以如果不另谋出路 她就只好乖乖地待在Chanel等待奇迹的出现 这时她大学的好朋友Gwen Whitting 正好从伦敦搬到了纽约 加入了另一间精品服饰公司 Rock Florico 于是Lindsey整天和Gwen一起讨论不同的创业想法 他们曾经考虑要建立服饰品牌 但这就会面临到和扎蓝衣服一样的问题 所以他们放弃了 他们也考虑过化妆品牌 甚至还拜访过厂商 请他们打造了一些样品 但也觉得这些都不是他们想要的 最后他们创业的点子 是来自于一个共同需要被解决的问题 就是干系 由于他们两个人都在精品的服饰公司上班 所以他们都用员工价 累积了很多高档的衣服 这些衣服当然不能够随随便便拿到洗衣店中 丢进洗衣机去洗 所以势必要花很多钱送到干系店 而Lindsey发现这并不是办法 因为他们花在洗衣的钱 竟比买衣服的钱还要多 从纺织系毕业的他们 很清楚大部分的布料 例如丝绸啊羊绒 其实都可以随洗 不一定需要送到干系店 于是为了省钱 贵每周都会专门从纽约 坐车回到父母在纽泽西的家中洗衣 而Lindsey则是选择在家里休息 他们发现一般市售的洗衣精都太强烈 对于衣服啊和环境都不好 于是Lindsey只好用超级温和的婴儿洗髮精 来洗她的零排 Lindsey和贵用创新的方法 来解决困扰他们的洗衣问题 好的 今天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对新创 商业 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的链接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我们Daily Commercial每日商业 10分钟焦点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